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真会说话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 真是各有千秋 我比较胖 他比较瘦 没有不是 又婷现在可能是想生孩子 对吧 你现在给我们展示的是 妈妈也可以如此美艳 没有我告诉你 看肩膀我是专家 因为那个专榜 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 那个肩膀呢 他跟又婷的肩膀 什么不一样呢 又婷的手骨 手骨比较露 那手骨嘛 手骨有点像女人的酒窝 那你酒窝比较深 所以你不用露手骨 我以前也有的 现在没有了 你居然是酒窝 确实长在脸上 该长的位置上 然后呢 对啊 他有手骨嘛 不要露你没有 所以通常假如 没有那个手骨的话 应该露肩膀的时候 也露一条肩带 露一条肩带 要挑逗性高好多的 太太有没有这样 给你表演过 我经常要求他 每天不一样的 我每天给他一个服装的指示 今天要穿什么 义军你说 像你这样 平常我感觉 义军是个特别朴实的 这个传媒工作者 对吧 而且就是好像 你也会在 他们有人说女人 再女强的女人 实际骨子里那种骚劲 也都有 是吗 你这个字用的 我理解是咱们说 那个文人默克 那个骚克的时候好吧 就有文化的意思是吗 我现在一直不理解 就在男女平权的今天 这个意识 就比如说一个女学者 女知识分子 我们很尊敬她 那么她在这个 闺房之内 在她的老公面前 是不是仍然会 当然会 为什么不会 这个是 如果你一样去学习知识 这也是一部分知识吗 对不对 而且从来我就是 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啊 然后包括开玩笑什么的 有时候对我口味蛮重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没有 对啊 为什么科学不需要脸红吗 很多东西 而且我觉得人就是经历 时间的改变蛮重要的 我看我小的时候 就说我如果十多岁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样子 可能真的是挺像男孩子的 而且包括也不会打扮 那时候真的 我同年龄的很多 就很多女孩子 比我还会打扮 要会很多了 我现在还是不会 其实但是 我觉得我慢慢好像年纪大一点 会越来越像女的 我真的是更年轻一些的话 好像男性化更多一些 对对 现在当了妈妈以后 我是自己觉得 我自己的女性的东西 慢慢多起来 对 而且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骚啊 与其说是一种性格 不如是一种技巧 技能啊 skill 技能 你刚说知识嘛 其实技能 那可是越是女强人呢 其实学习能力越高 特别这个年代 他可以跟他的闺蜜 来谈这个问题 可以上网 可以看书 所以呢 按逻辑来说 女强人那种骚镜啊 应该更骚了 比普通 普通就是装骚嘛 他可能看个A片 学了 A片里面 日本女游戏 这样我就讲 他们女强人不是啦 对于杜文涛 是一种骚法 他研究过 你的评论 对于马家会是另一种骚法 对 他是那个 看了大数据 特别他搞网络的 大数据 杜文涛这种男人 喜欢怎么样的骚法 三分骚加五分的什么 放加两分什么什么 他们会调味的 很厉害的 所以现在不就 极客啊 创客 咱们这就叫骚客 对 你这往来无白 丁都是骚客 都是往来都是骚 就是要特别一点 所以呢 我今天就又要 这个骚一下 不是骚一下 我就说要特别一点 我又要想讲一个 我不了解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 是我们组的小女孩 90后的 说为什么不谈谈 这个现象 火到一个什么现象 什么现象呢 叫做 Poomang Go Poomang Go 日本的那个任天堂 推出 据说都让日本人 重解民族自信 新了这个游戏 因为他们以前有什么 那个Walkman 有CD 那些东西 现在好像日本的 这个电子工业 大家慢慢觉得 是在往下走 但这个东西 就一出来 他们又走在 创新的最前端 而且这个任天堂的股价 短时间内翻了两倍 现在就是我们北京 那些小孩们 就是急的 因为他玩这个游戏 抓那个精灵 要那个Google 那个地图 但是所以你在大陆 你就很麻烦 但是在香港 听说玩的都 街上的人都头撞头了 因为刚出来 那两天啊 我们吓死啊 开车觉得看电影 看那种叫什么 丧失 丧失 对 Zombie 丧失电影 对 路上都是啊 路上都是 大家不晓得怎么对应 我当天第一天 香港出现 我开车 几乎撞倒了三个月 下次啊 路上购马路 对啊 冲啊 前两天香港才有新闻嘛 在香港 有人这样晚 晚进去 运动场啊 足球场 结果呢 太迷了 冲出去 人家在踢足球比赛 他冲出去 就被人家撞倒了 什么到处 现在刚在台湾 有出来 也是 你知道这不玩的朋友 就像我这样的 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就等于啊 像凯文凯利 当年20年前就有句话呀 手机已经是我们的器官了 嗯 但现在这个手机 比如咱们在这个房间里 它问题是一种现实 和虚拟的结合 它叫扩张现实 扩张现实 就是把你看到的现实和虚拟的结合起来 对 对 比如说咱们就在这手机上 摄像头拍到的就是咱们的环境 但是哎 一军这儿有个精灵 或者你肩头有个有个有个精灵 那么我就去打他 去抓他 是吧 你可以看看图片就知道了 香港人都玩疯了 你看 这是真实场景 可是那还有个精灵 是吧 你再看下边 哎 这精灵 精灵 哎 你看 这是香港 抓这个精灵 然后 但是也出事了 你看这是什么 就前一阵发生的 被被击毙了 就是有这么小哥俩玩这个抓精灵啊 精灵在人家民宅里头 在人家私宅 你看这是其中一个 在人家私宅 这小哥俩就绝对闯 你在美国闯私宅 人家就开枪啊 开枪重伤一个 你看这是 另一个给打死了 就是玩这个 这个碰满垢 前一个礼拜好像是月点 没记错的话 一个人19岁开车 撞死 自己撞死啊 撞到一棵树上面 然后来发现呢 他撞以前就是在玩这个 他可能看到那个精灵 在前面 你要追 所以这个才动人嘛 才好玩嘛 他是说除了那个精灵 第一个有限量 好像一百多 一百四十八还是什么 而且触摸在不同地方 所以呢 你要去抓 他大家好多人觉得 应该玩这个 因为有亲子作用嘛 好多一家老校 平常有人跟爸妈 根本几百年 没一起玩 在一起 没在一起 现在一起出动 一起一出门两三个钟头 跑出去 到处抓精灵 对 他这个就说 他为什么是这么火 当中一个原因就是 好多80年代的人 或者更大一点的人 他们这个童年回忆 他装的是那个皮卡丘嘛 然后是他们小时候 特别喜欢的 就是那一款 然后来玩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以前人家打击 都在家里面坐着 就是那种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 他在干嘛 那种就是宅在家里面 这个是呢 让你出门了 有的人现在去旅游啊 他到一个城市 他就是跟着这个东西 去去旅游一个城市 所以他把人带出来了 包括很多人 就聚集在那个公园里面嘛 一看一堆人 以为出什么事 抗议呢 其实就是在抓精灵 所以小军军 香港很好玩啊 然后一出来 大家其实新的东西啊 大家不晓得怎么面对 有时候面对 是乱了套的 怎么说呢 一群人啊 几千人啊 晚上在香港的地方 聚集 那警方就发出呼吁 各位 这是很危险的 可能犯法 为什么犯法呢 香港有法律的 好像超过几个人呢 聚在一起了 就算集会游行 那所以呢 为防有问题了 你们谁要出去 一起打精灵呢 请先通知警方 怎么弄啊 那那些网友就说好啊 我就通知啊 结果就几千个网友 就不晓得透过什么途径 打电话999报警 警察干嘛 我现在要出去 跟朋友去打经联合 我告诉你一下 8点50分 我们在天水围的 哪里广场 那完了 后来当然警察没有管 可是大家乱了套 军军关键除了说到处走啊 你刚说对了 这些虚拟实景啊 就是他把你的现实 扩张实景 你回不去了 我一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马上想到那个电影 哪个电影 很红很火的电影 盗梦空间 盗梦空间 记得吗 对 前面有 几层的梦一直进去 然后有一幕是什么 有一幕是他们刚开始 We quiz 把那个女的找来 对不对 然后又给她弄一下 把她吓到 吓到了 吓到之后她醒来说 我不干 我不要 我不参与 我走了 推门出去走 然后然后有个人想追出去 想把她抓回来 那那个男主角叫什么 就说不用 不用追她 不用 那她朋友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不追她 她说 因为这翻译为中文 就是说 这个世界对她 已经满足不了了 你经过这个 回不到 回不去了 像张爱宁半生园 你们说回不去了 当你体验过 这种的时候 你回不去了 果然过了两天 那个女的 主动的回来 因为她经过 这样虚拟以后 她回到这个世界 她觉得很平 完全沉闷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倒过来看 有人说 马上美国 什么都研究 文化研究 这个完全 启发了 我们对城市的 想象力 跟创造力 当你晚了 一两个月之后 你觉得这世界 怎么回下 那么沉闷 为什么我们大地铁 只能大地铁 看到什么建筑物 就这样 我们能不能 添一点互动的东西 甚至在视觉上面 把它规划的比较有趣 让整个城市 充满了喜感 乐趣 城市应该是生活的空间 城市不是给你出来上班 赚钱而已 你说的 创造力 有意思 就是说 手机 这个我们的人体器官 现在已经开始 在改造现实了 对吧 使你看到的这个现实 不尽然是所谓的客观现实了 而且就是你说香港人 这个着迷啊 着迷到就有些人到什么程度 你看有一个人就跟那个 有一帮人瞧不起这个 但是有一帮人就特迷 他们之间吵架 说你看有一个观点 就说 说说真的玩这个Pokeman 你的人生不会更有价值 那这个粉丝就说 可是不玩 你的人生也不会有价值 然后说 我不是反对手游 我只是看不惯大家像丧尸一样 就像像的丧尸一样 然后人家这个热衷者说什么 那你要检讨自己 为什么不玩 还是像个丧尸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they KI 你看我看到有一个香港人 他玩了三天 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 他说你对地图有了触觉 你对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有了触觉 过去司空见惯 他说我都不知道 原来这是谁是谁的坟墓 原来这是谁的纪念馆 他说我就对这个香港的每一个角落 似乎都有了某种生气 而且我喜欢胡思乱想 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个里面有日本人的魂魄 你知道就是我也玩了一下 我就觉得 你看咱们那天还讲到在东京 你看你到东京这么一个大都市 对于我们的感觉像到了另一个星球 完全安静 你我就是跟什么纽约跟巴黎 东京就像无人虽然也有人 你看你对日本的那种感觉 围着个套头的帽子 这个一个晚上就一个人 这个像游魂一样就这么走过去 而且你看他手机他玩这个东西 他是疏离的 有点寂寥的 而就是在一个城市的角落 有一个小精灵 他不是像好莱坞大片 或者像迪士尼动画片一样 欢天喜地的 他是一种悠悠的东西 我就有那么一种感觉 他墙角 出来一个小精灵 然后帮帮帮打他 对我看有的人刚刚玩吗 他们就说感觉是我行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忽然我怀着一个秘密 就说对吧 就说我看本来这个东西 他就山就是山 谁就是这个树就是树 忽然我有个秘密 因为我看到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 那另外一方面我在想 我还是挺老派的 我觉得我总觉得 未来这种扩张现实也好 什么虚拟现实 甚至有的更 就是你所有的感官 现在能触及的东西 都会被电子化 都会被游戏 或者是说一种设计出来的东西 所代替 咱们接下去想 这个手机这个器官 恐怕很快 没有了 应该会 变成眼镜 对 甚至变成你的一个眼睛上面的 一个隐形眼镜 就是在这儿 你什么都看 你看到的不完全是这个了 哎 又谁又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听说 就是音乐圈里 台湾有一个音乐制作人 说他是著名的阴阳眼 就是你跟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他是闪 他能看见 他能看见鬼 或者说 他就说 他就有人走过来 穿着跟我们一样的衣服 他就闪 就是说有些人叫阴阳眼 就他能看见 咱看不见 但是 将来这玩意 我有 你太好骗了 因为阴阳眼通常是小孩的 我12岁以前都有 我有四五次见鬼的经验 真是见鬼了 对 真的 我说你很好骗 就是说 因为过了青春期 基本没有 可是我还是继续很喜欢骗我朋友 一模一样 跟他走到那边 小心 有东西 是是是 那你青春期以前的时候 你看见的跟我说说 这很清楚的女鬼 比方说 我太多这种经验了 一次睡觉 反正我就完全看到一个 我不确定 为什么我见的都是女鬼 从来没有 都我们都能理解 对 然后来跟我下棋 来走 怎么就很清楚的 还有在我房子里面走来走去 我以前跟人文道去上海去什么 都见了好几次鬼 我们下回讲一集讲鬼的 你还是把文道当成鬼 在不同房间 没有他气场比较旺 可是说回这个 因为当然了 很多的不同的角度 上玩这个游戏 其中一个最让人 可是我觉得技术上 慢慢可以解决的 担心是什么 隐私问题 因为它是透过完全你的定位 你去哪里 还有它那个城市 是可以拿到你手机里面 所有的资料 是电邮 你还担心隐私呢 我已经不担心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 你自己保护的再好 别人都会去删你的东西 我有次去旅行 然后就住了一个 就是住个房子 然后我都不会去删那些东西 我们家那个工人会去 然后跟我说 哎呀我已经放到我的 Facebook 你自己保护的再好 别人都会拍到你边 我已经放弃 这东西 没有什么好保护的 你刚还是用的保护 这两个字 我不是担心 我的意思是说 这更进一步 就是说 它的乐趣 大到一个地步 你是知道的 当我说yes的时候 好 我晚的时候 你已经放弃你的饮食了 可是you don't care 你不管 你不在意 所以我不是担心 我是说 它更确定的 改变了我们对于 饮食的概念 特别我们说 老拍的 我们就觉得饮食饮食 年轻人说 那有什么关系 我给它 其实对我更好 更方便 所以这个饮食的概念 对它不是饮 也不是私 因为没有关系 我的饮 我的私 这是公的 公共的 而越是公共的东西 其实对我的私人来说 越好 因为它帮助到我 它以为帮助到他 给我看我想要的 中性的信息 可是当然是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说 共产主义 没准是因为科技而实现的 过去原始 共产主义 就是没有隐私 我们的一切都是公的 那最后咱们再回到 所谓高端的共产主义 最后说不定就无私可言 有什么私 对这所谓 就是这个科技民主化 科技民主化 很多人都 但是也是挺两 就挺两级的 一个方面好的 会认为说 大家以后 这个科技发达了 所有人 对吧 就是说都会平等的 去享有教育 就是说教育权利也好 什么也好 各方面是平等 但另外一方面 大家会觉得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 那就也有人说 说你看我们以为 科技会给我们带来 这个互联网 会带来一种 更新的 对我们的这个思想 各方面是更新的东西 更有深度 更有革命性改变的 可是我们等到了什么呢 是这个推特 写140个字的 是Facebook 成天发一些 你吃什么 你看什么 对吧 或者这个微信也好 就觉得 其实我们变得越来越无聊 无聊很难说 有一个担心 是说 因为我刚刚讲到一个点 是说 好像越是公的东西 对我们越好 他会给我们规划 跟提供 对不对 我建议你去哪里吃 因为他大数据嘛 他知道文涛这个人 吃饭 穿衣服 看电影的喜好 他就把你的喜好 推给你 推给你 好像很方便 是吗 可是别忘记 当他先替你选择的时候 他其实排除了很多的偶然 跟意外的机会 英文叫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miss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你不知道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 对 他就给了你 其实更大的限制 我们有人称为部落化 好像我们一个一个部落 你也主动及早 自己同类的人来家 来看 所以这个改变 就是改变 人跟城市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而且这个才刚开始 军军 除了这个好玩以外 刚说什么 在那股票真的能买 我们凑钱能买 为什么 因为下来 要把它分化 现在都抓精灵 你想一下 他完全良心定造 对我们这种中年男人 他不是抓精灵 抓女特务 抓小萝莉 抓小萝莉 小萝莉 可以定制 比方说对你这种贵妇 抓那个几刊 的那个钻石 对对对 对你抓古董 OK 抓古董 然后对还有 这些品位上面 还有年龄层 对比方说中老年 OK 那可能抓一些什么 别忘了 抓人生的 战阶的 土业流英 对 然后抓了 他还把你带到某些地方 比方说我专门 带我去 我老年人 我要抓做运动 然后来把我带到一些医疗用品店 然后他的广告费 他的什么分红 就从那边来 所以一开启了整个商业的盈利的领域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传媒都不赚钱了呢 这广告严重都分化 对 包括我觉得未来媒体的形式 现在我们所谓的传统承载信息的这个功能都会分化出去 我最近看就有人有一个这个游戏 他是叫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 比如说你在香港 你想怎么去规划这个地铁站 或者是在就是你在北京吧 说的更 那么你地铁站 你认为什么线路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 那么你规划说我从家里到去上班的地方 我认为花多少钱是合适的 这个线路应该怎么走 那么当他这个游戏 他收集了足够多的这个数据以后呢 他甚至于可以提供一个公共政策的建议 我们其实应该怎么去改善交通 那么这一块原来是媒体的一个功能 对吧 你所谓承载就是政府和民间 游戏可以承担这个功能了 现在 所以咱们未来的一代 他们建设的国度是玩出来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义军你看看到你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枪枪三人行 不能一直长期以来都是荼毒青少年 我们要关心 今年要关心下一代 就关心下一代 你看你是妈妈 我现在发现很多家长都碰见这个问题 孩子这个眼睛离不开 iPad 就跟上个读影一样 有点吵闹 一给你看那餐厅 一给 就这样 然后呢看的是游戏 而且现在我发现电影可能将来真没戏了 这个小孩啊 这个到了该进电影院的年龄 不爱看电影 妈妈领着去电影 她不爱去 对她来说 这个她要这个游戏 这个互动 甚至她更火的啊 是看别人玩游戏那种带解说的 这个是现在小孩最喜欢的 我就觉得 你知道吗 我们是在用一个老眼光说 孩子一沉迷什么 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父母不让我看课外书 我们看穷瑶小说 看金庸小说 这是不好的 你太沉迷这个了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也在说 小孩不要看iPad 小孩不要玩游戏 但是有没有科学的见解 孩子这个去有害吗 我心里也是很矛盾的 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也挺老派的 希望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样那样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 从知识的角度来说 我又觉得说 其实我们有不是说有一个叫科技界的什么十大问题吗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其实是不是机器人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其实另外一个更高端的生物制造了我们 我们其实是机器人来的 有可能 你还讨论什么要不玩电油 我们都是电子游戏 可能啊 有可能 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他们下一代其实完全的他们的生活就是电子化 什么书啊那些东西都没有 那你还不让他早点去适应这个吗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有一些专家他们就认为说 因为小孩子接收信息 你看他们说三岁 以前说那个一岁 后来说两岁之前 最好不要看电视的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你看一个真实世界 这个人的行为 它就它是有逻辑的 从A点走到B点 那电影里面是碎片嘛 它很快这个节奏 那么他们会不能理解这个节奏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家里没有那个买iPad 但是我女儿不知道从哪里已经学了 看见一个平板东西就去这样点 他自然他一定会知道 到车平板 那个君君讲到科学十大问题 前一个礼拜美国解禁 准许把人类的干世包打进动物里面 因为已经有人偷布就做 做什么呢 把人的干世包打进猪 打进脑鼠 你想象一下 假如打进猴子 这什么意思呢 打进去就是说 他发现可以改造那只猪的大脑 他开始有些部分 懂得像人这样来运作 我的娘 你想一下猪跟人可能还距离比较远 比方说找个猴子 星星 那这猪队友就有救了 他打进去 然后发展出来 他真的更像人 然后下一代的 人身体的进化 特别大脑 不是慢慢的 他打进去 只要我这一代 百分之三十变成更像人类 那个猴子 他杀意再生出来 百分之六十像人 再来九十 那就完全电影 科幻电影小说里面 那个说什么 星星的帝国 就是猴子变成那个懂得人的 来控制 来控制人类 完全是真实的 当这个解禁 他解禁的意思是说 政策准取 你只要企业愿意丢钱 几百个衣下去 给你研究 很快 猴子呢 可以像人 有人的大脑 会思考 甚至会语言 还有人做一个实验 我蛮期待的 虽然很恐怖 我想起就很恐怖 就是那个 他们研究老鼠 把老鼠的大脑切片 然后研究他自己 怎么思考 表达什么 那个电波的流动 然后怎么样呢 把那个电波 转成那个讯号 接到一个机器里面 发音 所以呢 假如把一只老鼠 放在那边呢 在他大脑 插了足够的电线 他的电脑 流动电波呢 转进那个机器 老鼠会跟你讲话 哎 我想吃东西 比方说猫 他们以后可以 做劳工 所以以后你要 再骂人是猪 就跟以前骂人 是黑人一样 是禁止使用了 也不能骂人鼠辈 对 人跟你聊天呢 对 但是你家里的猫说 哎 我要喝水 哎 我饿 还有你笨蛋啊 猫说要上床子